哈喽大家好 我是娟子 我们现在呢 在上海来体验一下 小改款的蔚来ES8 看前脸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不明显对不对 我告诉你 它的变化其实就是 这块饰板呢 变成了整个的 以前它是一个这样的线条 然后就会有很多 不同的材质在一起 现在化繁为简 我觉得是更加好看 更加干净利落了 然后它的前灯也更狭长 更精致一些 另外它的刹车灯 从中间一段的这个位置 变成整个狭长 有一个贯穿式尾灯的一个概念 其实内饰呢 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它只是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感是明显好很多的 以前他们这个触控屏 这边的黑边很宽 然后看上去就有一点气配层的风格 但是现在它整个的这个镀铬呢 都用到了有点暗铜色的 好像他们有一个名字叫 月时镀铬这个颜色 的确是跟整个车厢的这个氛围是蛮搭的 而且它的这个淡淡的感觉是蛮高级的 另外呢方向盘也变化了 方向盘之前这边还是有一个装饰的 但是手放进去就会很卡 那有些客户提出来这个意见以后 他们就把这个取消了 现在这个方向盘就很干净 其实我们知道未来一直都是很 以用户的体验感至上的 是很宠车主的 所以也有一些女车主就跟他们反馈说 当自己在操作这个方向盘的按键的时候 因为太小 自己的手也太小 然后他有的时候他就要 这个手握着方向盘 这个手整个松开来按键 才可以很顺利的操控 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按键全部都变大了 保证我们的拇指就可以触碰得到 这个也是很体贴车主的一个表现 同时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未来的内饰 我觉得他们的精细程度 用心程度都是很棒的 比如说你看我一上车 我很自然的手机放在这里充电 像很多的豪华车型 其实都没有这么人性化的一个设置 我经常要找一找我的手机放在哪里 另外今天我们在全程 这个场地试驾的时候 尤其他的竞品车型试驾 然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因为我拿了一个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背包 那么我放的时候就只有在未来ES8上 这个位置真的超级方便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放在这里就好了 其他的时间 在其他的车型上 教练 我们的很man的男教练 一直帮我抱着这个粉色的包 就是让我觉得还蛮尴尬的 但是这样子你也看出来 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储物啊 包括这些细节的体验上 ES8是做的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关照女生 这个女王附驾很有名了 确实是特别的舒服 其实如果说我家里有一部ES8的话 我相信我不会经常喜欢开它 但是我很愿意做它 因为坐在上面真的特别的舒心 然后又省事又有尼尔 还帮我做一些这个秘书的工作 而我觉得最好的体验是 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哪怕我没有把这个座椅整个放倒 我可以把这个腿托稍稍抬起来一点 因为人在坐车长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小腿是非常累的 然后如果有一个承托的话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轻松 而且他们前面的这个脚踏板呢 以前是需要关的话 是需要自己踢一下 然后再上去的 这个下面就会很脏 现在他们也改进了 就是座椅右边有一个按键 可以自动的回收 很方便 而且确实也很有品质感 我还要提一点 作为女车主 我真的要给这个化妆镜打很高分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看到了吗 很方便 而且它里面好像有这种美颜灯 就会把人照得看上去很美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微不足到 成本也不会很高的一些细节 但是真的让车主 尤其是女用户来体验 来使用的时候 那个愉悦度就会很高 那么跟特斯拉是有一个 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我个人是非常的受不了 特斯拉的内饰了 真的太粗糙了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考虑到 用户在这个车里面的 这种观感 总之 无论它有多么 这种鲜明的态度都好 我觉得我都是没有照顾到的 我觉得是特别自我的一个车型 我们今天呢 就简单的在场地来体验了一下 还有短短的一个道路试驾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就是他们会根据用户的这个反馈 然后他们的方向盘整个的手感 会调得更加稳了一些 就以前方向会有点贼 然后呢 另外他们还因为有一些在北方的客人 会说在雪地当中会打滑 所以他们又增加了一个雪地模式 就是一个全十四驱的一个模式 还有他们的悬挂调节了 就是有提升优化 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受比较明显的一个 我们现在过一下它的减速带 因为刚才在这个道路试驾的时候 它的路很烂 外面有特别深的那种 而且很尖的坑 但是这个车开过去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有那种 就是过深坑 那个很颠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它其实把最颠簸的那种 很突兀的那个感觉都过滤掉了 听到吗 这个是它过减速带 而且我还是挺快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换一下它的舒适模式 再过一下 确实是毫无压力的 ES8开起来呢 就会让车主觉得非常的轻松 尤其是在一些便捷 还有这种细节的体验上 会觉得很有被考虑到 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习惯于 很轻的这种方向盘 就是特别轻柔的 我会希望它多有一点交流感 回馈力度和阻尼的感觉 但是如果真的要让我选一台 电动的SUV的话 我觉得ES8是完胜特斯拉的 因为特斯拉整个的感觉太粗糙了 我真的是接受不到 这台车的愉悦度好很多 这台车的愉悦 这台车的愉悦 是最好的